2010年广州成功举办了亚运会 这座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同样也是这年日产和广州市政府签署了 共同开发电动车的计划 这座城市也开始了电动化汽车产业的进程 而引进的第一个电动车 就是09年才在全球发布的日产凌峰 我是09年第一次接触到凌峰 在这个车上面我体验到的是09年之前 我并没有在其他车上面感受到的那种神奇的感觉 无论从动力的表现 还有从听觉上那种安静的声音 它的动静开起来那种操控的表现 都和以往我接触到的汽车都是完全不同 它加速起来的那个静和一部 当时配了3.5V6的发动机的日产 几乎是差不多的 可以在这样的一部那么家庭化味道浓郁的小车上面去看到 所有对我来讲都是新鲜的 十几年前我第一眼看到凌峰的时候 说实话没有很震撼的感觉 它看起来平平无奇 我甚至一度以为它是一部换代其他的造型 但是后来工程师跟我解释了 它上面那个名堂的时候有点料到多 例如这个车头灯你可以看到它整个造型好长 并且很高 这个地方就像一把风刀 车往前开的时候 它会把迎面的那些风破开两道 刚好就躲开了后视镜 就会避免车的前进过程中 因为后视镜产生这种乱流 所以它开起来的感觉特别安静 特别宁静的感觉 其实从这些小的设计 空气动力学方面的设计 也和这个车本身的调性是很契合的 看一下它的名字 在英文的名字里面是一片树叶 可以想象到这个车开起来的感觉 就像一片树叶那样 绿色的 然后轻飘飘的 就是这种感觉了 同时我更喜欢的是它中文名字的翻译 可谓是姓达雅 叫林峰 聆听风的声音 这是一种全新的价值体验 林峰就是对这个车整体的表现 最好的一个评设 作为至今唯一一部情怀电动车 林峰已经做出让世界认可的一个成绩 从日产的角度 在2015年特斯拉莫莱之前 它都是全球销冠 败的最好天的 我觉得就是它 全世界范围卖了超过65万部 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成绩 所以在林峰上面 我看到了更多是日产 对电动车领域的一个判断 以及它那个远见 我还记得一个去世 当时去试这个车 我还跟那个日产的工程师吹牛 我说我研究过你们 你们挺牛的 70年代已经做了一部叫315X的 那个双座的后驱的那个小车 是你们的开山之座 所以日程还不错的 不过这个时候 工程师给了我一个白眼 他说你的工作应该是做错了 我们最早的电动车不是70年代 我们40年代均有了 1947年 那部叫Tama的 那个才是他们日产做的第一部电动车 哇 搞得我好尴尬 原来他们从1947年 已经开始在电动车领域的研究和积累了 时间回到1947年 那个时候日本一切都是匮乏的 尤其是石油资源 不过那时候大家也没有钱 也没有什么电力消费 电力倒是充足的 所以日本政府就和日产说 你们能不能研发一部 是适合这种社会背景上的一个车型 所以Tama就是这种背景下面被研发出来了 Tama这个名字 它并不是这个车的一个型号 Tama是制造这个车工厂的一个所在地 也就是说是个地名 而这个车真实的型号叫 14S47I 什么意思呢 E当然就是电动车的意思了 是是表示四座 S是轿车的意思 而47也是代表了 它的一个年份 1947年诞生的 I也是代表它是第一部 其实在这个车之后的两年 Tama就已经换代了 而在它的换代车型上面 续航已经可以达到200公里 也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成绩了 我们现在的电动车车主 早已经习惯了遍布各个地方的这种充电桩 去替自己的爱车充电 但是不要忘了 时间回到1947年 那个时候Tama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没有办法 日产就发明了那个换电的那模式 其实就是为那个车去准备的 其实在无论换电也好 充电也好 日产在这些电池技术方面的一个积累 是全方面的 也是时间很久的 Tama之后就到了Perry Joe 这个车值得一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日产第一个 用锂电池的电动车 然后这个锂电池的使用在全球范围内 当时也是很领先的 那个电池是跟索尼去合作的 这个车交给了日本的科考队 去北极上面去工作 在挪威运作了六年 在这整整六年的时间里面 交付的这些Perry Joe 每一款车都是表现出色的 甚至连那个电量的下降 都是一个很良好的 这个性能范围之类 我想这些都是日产在电动技术方面 无论是三电的管理 或者说电池方面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技术体现 再说一下这个林峰 林峰的故事可多了 日本它是一个灾祸比较多的一个国家 它在遇到地震的时候 其实有一次这个车 也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它叫V2Home 什么意思呢 地震之后 那个能源全部都没有了 电都断了 如果你家有一部这个林峰的话 这个车是可以作为 这个家庭输出的一个供电站 输出反向输出 去提供这个家庭在应急情况下 电力方面的需求 所以日产我认为 从70多年前的这个Tama开始 还有Periodro 包括到现在这个林峰 以及最新的那个电动车 各方面这些车型连在一起 说明什么问题呢 据我的观察 都是和当时的技术环境 以及大家对一部电动车 它在使用上面 功能上面的一个期待 全部都是同步发展的 并不是说完全是一根筋的思维 我就按照我的思路 造一部我认为好的电动车出来 不是这样的 你要什么 或者说这个社会需要什么 以及这个什么样的技术 是最适合这个连带的 日产都是按这个逻辑 一直去发展 一直去发展 可能大家心里面已经有这样的疑问 既然日产那么早就开始了电动车的研发工作 那为什么迟迟不量产呢 这个当然就是跟生产成本 以及市场接受度是有关系的 这种情况一直到1983年 March EV的出现才开始改变 March EV它是世界上第一辆 使用异部电机的纯电动车 它凭借异部电机体积小 重量轻以及转动惯量小等优势 有效降低了纯电动车的制造成本 我的情怀车故事记住了 刚刚我收到电话 我的信任好多 他跟我说 日产在拍一部 他们以现时为止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只可以电视里面存在一个电动车 一个广告片 我决定不打任何招呼 直接杀过去看看那部车 如果可以把这部情怀电动车 跟那部拍一齐拍照 哇 我觉得画面是 坦我自己都没试过 我做第一个 应该是这里了 我看一下 对 我来过这个摄影棚的 所以我就能吵得到 不是这里 这是人家公司 这里 门关上了 去找一下 我看一下他们在不在 看起来 看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适应出来看一下 是什么好宝贝 日产的 这个 哇 凌峰 这个是正品的 这个是正品凌峰 这个车有十年了 所以我这个是个很难得的一个情怀电动车 我知道你们在这里拍这个Formula E 我就有个不行之请 我能不能把这个车开进去和他这个赛车合照一张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 对对对 行这样我先跟上面沟通一下 对对对对看一下领导意思 您稍等一下 好啊好好好 我可以我记不记得我在边上看一下拍你们 你们拍摄什么 呃您随意吧 我先上三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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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进去看 我进去看一下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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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ormula E是个很特殊的汽车竞技比赛 它和其他汽车类的赛事最大的不一样 这留给车队机械团队发挥的空间是不大的 除了要求车手有高技术 但是对三电系统的高效管理和控制才是最大的考验 而日产利用了那么多年来在量产电动车方面的积累和经验 对比赛取得好成绩绝对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实现了从公路到赛道的技术转化 原老师你好 时间行不行 时间可能你就尽快吧 可以是吧 对对对 我们这边基本就差不多了 OK OK 我开进来我拍一个照片我就走了 OK OK Thank you 多谢应该 为什么我想把它们放到一起呢 就是我想亲眼看到这种从公路到赛道的连接 这两部车一部只能在屏幕上面看到 距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 另外一部已经是过去了 那现在的日产电动车是怎样的呢 到了 来赛车场就是要搞事情 要不就是那些很猛的车 要不就是那些很神秘的车 今天应该是后者 会玩哦 还在一部盖着 好像很神秘的 日产 说他们的那个电动车是这样的 从公路到赛道 或者从赛道到公路之间的不断循环想复 我现在通过这个闸门 就是从公路穿到赛道了 而此刻在车站上面等着我的是一部神秘行车 是谁呢 我也不装讹着惊喜 还有能谁呢 还能是谁呢 肯定就是他呀 这个车 我要去揭幕了 给大家看一下他到底是谁 嘻嘻 我知道肯定就是他了 我赶紧 嗯 是 他就是阿威亚 这个车我是第一次看到实车了 之前关于他的那些照片印象 都是从照片上面 或者是从网站上面去看到的 从来没看过实车 这是第一次 我看一下 这个比例感真的跟照片上面看不一样 好好 这个比例感 而且这个位置 是照片上面体现不了的 他好像有点改装车那样 就抛了一点轮拱 有点性能方面的一个想象 今天在赛道上面 据我所知我也是国内第一个 因为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还要保密这个车 我是第一个去 有机会去试到他的 真正去开一下他的 我现在马上去试车了 我是对这个车充满好奇的 因为它代表了这个年代日产 75年来的积累 现在后继勃发出来的这款车 能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我很期待去试的 本来是它E4的四驱系统 那套四驱系统是不得了的 它有前后的那种驱动力的分配 它怎么去做到呢 例如我在拐弯的时候 它是可以实时分配前后驱的动力 然后再探测到你某个车轮 有可能打滑的时候 或者说空转的时候 它是单个车轮去施加一个自动的 靠这个去综合 让四个车轮最大可能性 就保持抓地力的 不过我现在说这些 都只是说 我还没试到那个四驱的版本 这一部车应该是卖的 最多的两驱版本 作为两驱版本 我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就很闷的一个车呢 并不是 好神奇的那个车身姿态 它的尾巴好聪明 你看一下过这种弯 你看那个尾巴在走 它不仅没有推动 而且那个尾巴跟进的速度 就像一部改装车一样 其实那日产的工程师说 无论是这个单电机的版本 还是双电机的四驱版本 它的所有的调校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在载道上面去任性的 是为了让这个车开起来 平稳 舒适 安全 它这个才是这一套驱动系统 研发出来的目的 我想它通过在赛道上面的这种表现 已经让我出乎意料的 让我更期待它在公路上面 到底能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了 好 我没想到这个车可以给我驾驶体验上面 有那么大的一个惊喜 难得的 因为像这种车现在试的很多了 大家都是很熟悉的那种感觉 而这个车给到我那种体验 真的是有点前所未 这一点我主要到大家如果你有机会买这个车 试驾这个车的话去试一下 我相信你会认可我的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车厢 也是让我有点印象深刻的 第一点好像我看起来平平无奇 它没有什么很炫目的设计 或者说甚至在材料方面 也没有说很多的颜色搭配 但是充满了心思 我细看下来 现在我在这个RV上面 我居然能找到当年我第一次看到那款天爱的惊喜的感觉 首先是材质 你看这个材质 它当然不是木的 但是它用木纹的方式去这样去做了一个印刷 同时没有什么物理的按键 这就是实体像这种按键 它不会铺牌在上面 既有美感 又有那种操作起来的那种便利线 另外一个你看一下这个中央扶手 同样它把这些木纹的装饰也延续到这里 上面的这按钮也是印刷上去的 但是它还可以电动的前后条件 一方面它可以让我扶手的位置 时刻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 另外一个它发挥了电动车结构上面一个特长 因为它没有了变速箱 这个地方是可以做到几乎是纯平 所以当这个扶手推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一个过道了 我上下车的时候如果很狭窄的地方 尽可能靠墙这边 然后我就走到副驾从那边去下车 我想这个就是设计方面带来的一个好处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空荡荡的不好 因为没问题 它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也是用电动的 可以吐一个这样的抽屉出来 上面可以放手机 下面可以放神秘的东西 然后再把这个扶手推前 然后传统的那种给包围的感觉 所有东西放在那里又回来了 所以说好的设计就可以让一些看起来矛盾的东西 或者说大家的审美趣味不同的东西 都可以融合到一个车厢里面 这个就是Avia做的很棒的地方 无论是从公路到赛道 还是从赛道到公路 或许这就是日常给出的答案 用75年来的积累带出人本电区概念 车虽然是新的 但技术和造车理念却是一直没有中断 从1947年延续至今 今天电动汽车大多数沦为简单的加速机器 或者只是那种买屏幕送车轮的本末倒置 反而忽略了一部汽车最重要的灵性部分 那就是无需被感知却无处不在 能与你心灵相通却不自作聪明 只会恰到好处的辅助里 让你更自信的愉悦驾驶 日产希望哪怕只是一部电动车 都能承载日产对汽车的所有期待 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 任何人 都可以享受精准载握 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